繼續開會 我們 現在請 洪中凱 洪議員 審查時間 1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各位 縣府的長官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 有請 國際處的余處長 署長 我想請問一下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有先跟您通電話 講有關花東基金24億的內容 我們大概有 電話中大概稍微的說明了一下 那昨天縣長的私人報告裡面 也針對 花東基金24億的部分 做了一些說明 我想問一下處長 這花東基金在 馬英九總統就任這8年的期間 花東基金總共補助了 我們台東縣政府多少經費 我們現在是第二期 第一期是101年到104年 第二期是105年到108年 總共編列的經費 中央編列的經費是110億 那裡面有60億是作為補助用的 另外30億跟20億分別作為投資跟融資的部分 那投資跟融資的部分都沒有用到任何的計畫 因為中央的遊戲規則還沒有清楚 那補助的部分這60億裡面 用在台東的部分大概將近30億左右 我們台東縣政府申請到的經費總共有30億 差不多30億 那接近30億 這30億包含了哪些項目 包含了大概第一期 大概有31個計畫 包含各局處的計畫 那第二期大概有42個計畫 也是包含各局處的計畫 都涵蓋面都還蠻廣的 那這30億的計畫都已經執行完畢了嗎 第二期在執行當中 第二期在執行當中 第二期是105年開始 所以可以這樣講 從101年到104年 那是第一期 第一期的部分 到105年第二期就是 就是105年開始的 到108年是第二期 到108年申請的部分 第二期的部分 總共加起來大概30億 可是新政府上任之後 我們一下子提了24億的經費 這24億的經費 市長你覺得這裡面的妥善度夠嗎 24億主要是針對 尼伯特風災所帶來的災害 然後我們需要重建 另外申請的部分 那另外申請的部分 那是因為中央 他們覺得這些經費 可以利用到花通基金 所以他們 總統跟院長來的時候 就建議說用花通基金 來作為這風災的 重建的補助 有一些 有一些計畫應該在風災 還沒有開始之前 就已經打算要提出了吧 只是我們在後面 把它跟這個計畫 跟剛好遇到風災 把這個整個牽扯在一起 因為有些計畫 本來就跟風災的預防 這些東西 有一些直接相關了 那裡面原民會的3.1億 計畫內容 就是還原部落樣貌 以及家屋建築文化與會 這跟救災復災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後來是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剛開始原來提案 其實確實提了24億 對 然後來經過跟部會 溝通討論之後呢 加上溝通之後 我們就做了一些的修正 那第二次修正的金額 是只有13億左右 那這13億裡面呢 包含有一些是屬於業界 直接來協助處理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扣掉之後 再加上我們的經費 根據實際上面的調查 做了一個統計之後 我們自己 跟中央下修之後 變成13億多 所以實際上面的 申請的部分 只有13億多 實際申請13億多 13億 那這24.48億的意思是 跟13億 你講13億的差距在哪裡 差距就在我剛剛講的 有些是當時候 風災疫發生的時候 我們出估的預算 第二個部分是 有一些是 透過民間的組織來做協助的 所以這些東西扣除之後 然後再加上中央部會 他的一些的意見修正 然後我們最後提出來的 就是13點多億 其實我這樣講 我們不是說 台東能夠爭取到花工基金 本來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覺得因為有心的人在操弄 把這件事情牽扯在一起 就是說 中央不給這個補助 在這一個風災當中 都不協助台東 我想這個說法有失公平 處長跟我們盧處長在 處長請坐 盧處長請坐 這個 這個當初也麻煩你們請縣長做了這個 在中國時報那一個報導的時候 做了一個澄清 我也 很謝謝縣政府在第一時間 就提出了這個澄清 那 花工基金的項目裡面 我們不要老是講說 它跟救災 負災的內容 是完全勾搭在一起 我舉個例子好了 文化 文化處的這個 一文中心環境 及設備整建案 要 要求要一億 這一億我們的 永途共構案才五億 一個整修就要花掉一億 這個費用實在說真的非常的高 那我老實講 文化中心確實 建築物就老小小 這個確實裡面會漏水 我也到現場去看 那這個本來就應該要做 那二釘掛會掉下來 然後裡面的這個五台設備 什麼需要來做新的整建 這個都有需要 那我意思說 這個其實有點簡單講 我們也是趁著這個 剛好 遇到尼伯特颱風的時候 我們做一次給中央討 趁著這個機會 剛好 包括 建設處也在這一次 一些 排水溝 這些公共建設部分 過去沒有錢做的 我們也趁這個機會 來跟中央要這個經費 那本來台東就缺請 我們本來就需要跟中央要這個經費 那這個我覺得大家都願意 就是接受這個說法 我們趁這個機會 跟中央要一些經費 把長久以來年久失修的東西 做一次稀稀的 但是不要把它連結在一起說 現在政府 中央政府不給我們這個經費 或者是審核的程序 稍微按照公倍以前的程序 也就這樣 並沒有所謂的更慢的問題 那當然現場的說法是 小英總統這個答應說 要加快審查速度 他看起來好像沒有加快的這個 這個跡象 變成又把政治扯在一起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要盡量避免掉 那花東基金24億這個計畫 是你們的問題 我想這件事情 你們應該要負一些責任 我們這個計畫 就是可以檢討的 所以的確我們是提 一開始是提24億沒有錯 對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我們就隨便舉這個 圓民會的這個 與還原 部落 樣貌 及家屋建築 文化 與會 這跟救災哪有關係 喔 觀光局的1.03億裡面 油氣設施據點的這個 復原 兩個字還跟這個有關係啦 服務效能提升 感覺就像我剛剛說的嘛 合這個價位 剛合到風胎 我們想說要把這個地方 加土瓜籍整修起來 提升這個 順便提升服務效能 看起來就是這樣 那 不竟然是這樣子啦 因為那個的確是因為風災 把它的建築 做了一些破壞 所以再 再把整個功能 不要回復之外 再加上一些功能 對不對 譬如說裡面什麼 公共空間友善 標示系統 這跟風災 救災也沒關係 是不是 謝謝 謝謝廚長 廚長你先請坐啦 這個花東金24億的部分 我們當然希望未來 因為這是花東兩線競爭的嘛 能夠多要一些 經費這是好事啦 那 再我們請那個建設廚長 廚長 廚長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這個 台東的三角 就是 河川這個蘇峻的三角 去年一整年 賣了多少錢 現在問財經處 多少財經處 大概一億 一億 那這一億之後 就是我們建設處 負責賣吧 賣了之後 錢就繳褲對不對 繳到財政處去 那怎麼使用 跟建設處沒有關係嗎 怎麼使用 對 就是一億就給你們編一億的錢 這樣嗎 也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就是有一些 我們就譬如說 我們明年度的預算 在那個預算裡面 就有一些項目 因為 你可以用這一筆錢 一億的對不對 就收支對裂的 收支對裂就是 一億進來 你可以編一億進來 看收支對裂裡面 編的額度多少 那一筆錢就是 要有30收入以後 才可以用 那那個編列要花什麼錢 花什麼項目 應該不是建設處決定嗎 沒有 在編預算的時候 就是 預算總是要進行討論 對 討論的時候 那個業務我們有需要做 我們也有那個 殺死的收入 所以那個部分就是 用收支對裂的方式 其他的都講過 市長你講的比較模糊了 沒關係 這件事跟你們無關的 但是我要先問這一億 市長請坐 財政處長 這個 這個 這幾年我們怎麼開 開去什麼地方 相言報告 呃 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 長壁旅館 他比較多的進了 全數都是做在長壁旅館 他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 市長我麻煩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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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去年的這些收入 怎麼使用的這個項目 麻煩你們 那個 貴後的時候公文來給我 因為 他是屬於一般性 他不是特別 寬 他是一般性 所以是放在整個仙庫裡面 收統支的 現在出了 出了所謂的 指定的補助管 收入 但是 有收支並列的部分 我可以列出來給議員 但是 非收支並列的部分 你說 有一部分的財源 是做一般性的 個局所在處理的 我們沒有特別指定哪一筆是哪一筆 所以那部分我就沒有辦法列出來 沒關係 你能列到什麼程度 你列到什麼程度給我 但是我要填碼 侯一元 侯一元 是不是你在 後面沒有人 還是你在這登記 好不好 現在沒有人 你還在登記嘛 好不好 謝謝洪中凱 侯一元 我們現在請黃六和黃議員 請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各位我們所有的官員 大家早 首先我請教我們 計劃處 移處長 我請教本席 這次很認真的看這一本 這本社會局的施政總報告 施政總報告這一本書 是我們計劃處 是這個編列出來的 那請教處長 你對於裡面的施政的計劃 你了解很多嗎 這本更新人報告 主要是因為各局處他們提出來 針對他們各局處的施政的內涵提出來 那由我們國地處這邊來做一個會整 那我對於每一個局處的細部的內容 我的確沒有那麼樣的熟悉 坦白說 我看了這個 我真的很難購 台東 的服務員很大 台東的 土地的面積可以說是佔全國的十分之一 納人口卻是 只有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那前線的資源跟全國的比起來 已經少得很可憐 那台東 台東市的人口 也佔我們前線的二分之一 看看這一本的這個 計劃書 這個施政的總報告裡面 我發覺所有的軟體 所有的硬體 所有的硬體 所有的資源 有百分之九十 都是用在我們四季 那你看看 其他的 其他的 十五個鄉鎮 也只有分配 這百分之十的這個 施政的這個資源 是不是 處長你給我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 報告預言 這個部分的細部 我的確沒有那麼樣的清楚 這個可能要經過整個 實際上面的 預算的支配 到底分配在各個鄉鎮有多少 有那個預算的 跟建設的 預算的分配 才能夠清楚明白說 在各個鄉鎮 他花了多少的預算 你身為縣長的這個 這個幕僚 幕僚 你們在這個計畫 在計畫的 擬定施政的這個方針 你們要應該也要注意到 城鄉發展的資源的分配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們擬定 這個施政的這個計畫的方針 然後 才給縣長作為 來作為 考量 來考量 那這方面 這方面 我想 你看看你自己做的這個報告書 報告書 幾環還有建設 環保 教育 福利 跟文化 跟文化 全都是以台東市為主 有沒有感覺 所有裡面的計畫 都是以台東為主 讓我們鄉下人 我身為鄉下人 我也感覺很不值得啊 人家常常說 台東是三等國民 那我們住在鄉下 等於是五等國民 是不是五等國民 那在這個區塊 那在這個區塊 當然有機會 我會跟縣長 來 共同來探討 廣告議員 其實我們在內部的局處首長的會議裡面 縣長都有一再指示 就是透過各個局處 他們爭取 不論是爭取中央的經費 或花工基金 或是 所謂的這個競爭型的計畫 都是要分布在各個鄉鎮 這個部分在我們內部會議 的確 縣長都有一再的提醒 我也希望齁 處長你身為縣長的幕僚 一定要一個整體的規劃 不是在鄉下辦個熱鬧 這個家連法的這個活動 那種一次性的活動齁 一下子就沒有看到了 所以我們真正的齁 能帶給地方齁 一些深度的這個東西 結果沒有 應該還不至於 你看你這一本裡面 可能有一些 比較細的計畫 它不會列在上頭那麼細 你看看 我很認真的看這一本的 施政總報告 裡面幾乎 我在重物了 幾乎都是我們室內 我們市區的 所以未來齁 未來我想請處長 你要多多的 關心這個區塊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好 請坐下 接下來我請教我們處長 建設處 處長最近有沒有常回關山 有 大概一個月兩次 你知不知道 我們關山葉美的後方 加勒部落 有一處大貪荒 根據當地的基民 根據當地的基民 該處的貪荒 已造成 加勒西的上游水源頭 已經形成一個 驗舍湖 那這個驗舍湖應該是 那個區域應該是 台東領館處的管區 我要請教你 你們縣政府 有沒有參與會堪 那會不會 來潰堤後 影響的下游的 村落的安全的威力 請處長說明一下 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這個 因為在北南溪的部分 它是屬於河川級的業務 我所了解的就是公路 省道公路引東的部分 那些資料還是屬於河川級 以上的部分就屬於水保單位 欸 處長 對不起 我沒幫你撈開 其實齁 這個管轄齁 已經有在修正了 台九 過去齁 台九縣 以東 是八河級 是 以西 是 水保級 現在已經把它調整區域的管轄 是到佳二部落有一座橋 以下往東的都是八河級 那往上面的就是水保級 那再靠近山的就是領管處 領管處 我想 這個 這方面齁 應該你身為處長啊 好像沒有很關心 沒有很關心 我要跟你跟黃岳報告 這個是就是 你到現在都不知道 你看報章雜誌 都有說出現一個驗證 這個就建設處的 的前者沒有到那邊 你沒有前者 這個你當然也要關心啊 你要自動去關心 但是關心到 我們機密 我們老百姓的這個安全 是不是 不要說因為這個 不是你們的管轄 你就不去關心 應該說我對我管轄的部分齁 我會比較去 用心去了解 其他就是 其他各 各目的事業主管單位 他們要自己去處理 還有你經過關山 是不是開台九縣 也要經過加入西橋 有 也要經過加入西橋 有 剛剛六K級 那你有沒有發現到 西床的土石高漲 有 而且超過橋墩的一半 有 我剛剛在跟我同事才 這個是 這個是八和級的管轄 八和級管轄 在我的印象中 已經一二十年齁 這一條西都沒有輸進 而且兩旁的這個附體齁 最近也遭到洪水的沖刷很嚴重 我們現在我們是不是有新聞給 相關的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會以今天 防疫所執行的部分齁 我們就會通報給相關先生 像這種 這種的工程齁 你們要自動 不用地方的反應 最起碼你要 你要 你要 要求相關大會 整個提網 都是要去體檢 這樣才對 要有反應 你們才要做 這個是我在這裡 特別的建議 好 那從7月1日開始 台東 台東就受到尼泊特台風 還有莫蘭町 還有梅基 還有愛力台風的清洗之下 台風損失 這個台東損失慘重 是 我想縣長還有 我們縣武通人 還有 我們鄉鎮公所的 人員 疲於奔命 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非常得 本席的 今天很簡單 那你們建設處 除了緊急救災 這個必要性的工程之外 那對於 一煙水地基的基段 這一次 也呈現出來 我想你們縣政府 應該 應該 前面性的 來治水一個計畫 是不是你的看法 好 謝謝很遠 針對這個 這幾次台灣的關心 大概我們這一次 尤其是十月好雨 十月好雨 連續下了五六天 我們已經把所有 會淹水的地方 我們都有記錄過 我們也一個一個去看 它到底淹 就是 主要是 有災害以後 我們要去了解 它自災的原因 然後去把那個 災害消滅掉 所以像 大概上上禮拜 我們就聯絡 像 水保單位 還有公路局 去看那個 綠色隧道那個 好幾次淹水的地方 也找出問題 就是上面 山坡地 大概那個 排水路被淹掉 這個部分也 容易去處理 另外像 大南那邊 那個 要轉到那個 東大那邊 那邊可能是 那個我們那個 我們一個香道 一個排水 排水板太小 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改善 好 主長我再問一下 是 耽誤幾秒鐘 這個 各地 各地的災情的回報 你們建設處 是不是有 統一的會者 這個最重要的 有就是各科 以各科的業務 各科都有負責 都有會者 都有會者 希望說要追蹤 要追蹤 有啦 目前來講 大概在 就尼寶特的 戶建軍會有 4億多 然後 莫蘭蒂 那個 那個三個台灣 有8億多 然後十月豪宇的 不會也有8億多 好 那我時間到 如果有機會 再請教你 謝謝 處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黃立法 黃議員 謝謝我們請 江堅壽 江議員請打時間 十分鐘 謝謝 好 謝謝 大會主席 在這裡 本席首先 就教於我們 建設處 今年 從年初開始 雨水就一直很豐沛 好 然後 尼寶特 尼寶特 主要是風力 強勁 可是那個 那一個階段 雨水也一直沒停 然後接下來 莫蘭蒂 雖然是往南部去 強風豪雨 我們這邊也受到豪雨的影響 梅基到北部去 竟然回過頭來 又把雨帶來台東 再來是艾利 那台東縣整體的來講 水土海洋已經超過飽和 以至於 只要一雨就成災 那台東市區 更是 是前所未有的淹水的狀況 這一點我們要重新來檢討 因為過去 都市發展的關係 一直往外圍擴散 把原來的農田區 變為住宅區 可是卻沒有規劃相對的 做規劃區域排水 以至於所有的排水溝 都借到農田水利會的 灌排水系統 然後 新舊社區之間 又沒有做適當的銜接 舊社區的 排水斷面不足 新社區的排水斷面大 忽大忽小忽大忽小 以至於處處淹水 連 風體地區不應該淹水的 也都淹了 然後 風田大排 過去的設計 根本沒有辦法容納目前的這個雨量 尤其在氣候極端化的這個狀況下 從 現在的台九雨線 原來的東三十七線以上 的水量就已經把風田大排都灌滿 與此可見 我們以上區域的這一些排水系統 排水的方向 應當要去做一個改變 應當從上游的部分應該要去跟它做分流 我們來看看風田大排要承接多少水量 它是從利家溪 利家溪以北沒有排進利家溪的去全部通路到風田大排 一直到大八六九溪 對 東新村 東延一二一二階的水 往下流之後 並沒有排到利家溪 它是排到利家溪 然後東延三階的水 它是透過大南郡 排到利家溪 然後在利家溪要穿越 利家大排 然後行眼大排 它從地下穿越 有一個蘭霧炸 那個蘭霧炸 因為 颱風或者各種因素造成 有部分被阻塞 以至於利家溪整個滿水位 一流出來 然後過去成績 那個區域的第一個災害點 就是新野入口 造成台九線不能通 現在做了大排的時候 狀況改善了 可是 在場子以往 哪一個點一定會再一次的阻塞 因為豪宇而阻塞 造成道路面貌的空氣 好 水再往下流 利家溪除了 這個新野大排 上面有這個利家野溪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的標示新野溪 這個區塊周邊 旁邊一部分而已的水 是經由這個新野大排排出去以外 整個利家溪的水全部都借到 然後 利家溪 除了利家溪 兩條溝是 流到 不對 那個 只有一小部分 是流到那個 利家南村有一條溝 只有那個條溝 排到 這個 北南上去 其他的全部借到利家溪 然後再加上 水保體目前正在規劃的 大869區 紫棘水區 大869 紫棘水區的這個 051 052 053 這三個計畫治理區 整個水匯流 風田大排怎麼能夠承受 再加上下雨後地表水 地表水 全部匯流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當要考量一下 怎麼樣讓 這一些水系 把它分流出去 所以上次我曾經跟您 還有我們水利科長 談到 在水保局 工程會在利家 接受政天才委員的要求 來了解 來做簡報的時候 我當時我就提出來 他們也認同我的看法 所以我們是不是 最近就應該朝這個方向 來去了解土地 土地取得的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從原來的利家游庫 原來的利家游庫 這個利家駿 他的下雨就是在藍屋炸 藍屋炸前 如果我記得沒有從那邊 靠近的大牌那邊應該是 是國有土地 取得用地兒之後 大概一百最多一百五十公尺 把利家駿河的水從那邊截掉 導引到 心眼大牌 然後在 東興路 台東四個東興路 玄街東延一街 這個地方 把東延一街二街的水 匯流到那個地方去 把它玄街穿越 穿越利家境 從東興路 排到 心眼橋橋 借利家駿把它排出去 我想這樣可以有效的 疏解 一部分的這個水流 讓風田大牌不至於無法承受 當然用地取得可能 會稍微有點困難 但是我個人直覺 因為我了解那邊的地理環境 應當不會有太大問題 助長您的看法 謝謝張遠對這個案子的關心 水保大概兩年前就一直跟我們談 就是說他們在利家那幾條野系的水 希望能夠規劃以後排到我們風田大牌 我們每次到光這幾次的豪雨 每次風田大牌都滿水的 尤其在那個要去避難相攻守那一段 所以我們也都持反對的意見 剛剛張遠所談的就是做這個分流的想法 真的也是我們所想的啦 主要就是怎麼樣 讓他排到那個利家溪的上游 然後另外一個是太平溪的上游 怎麼樣分流 然後少部分可以流到那個 風田排水 這個是我們想要的 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會後 會後我們就依照今天 跟那個張遠遠所指示的 我們來跟水保齊來談 至於說就是 總是要找整個錢來規劃嘛 規劃以後大概用地費 一定會有用地的問題 我們會透過那個 留意綜合事理計畫去爭取 還有一個構想我曾經提出來過 不過後來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也覺得好像可行性不高 因為用地取得會有困難 我們目前永豐有個大牌嘛 他的專用排水 好 那風田呢 那位代表是謝代表嗎 謝龍全 他也跟我反應 我說我這個意見我早就反應過了 可是經略太龐大 怎麼走呢 從中心路四段 風田國橋對面 就是往原來立家英區 現在第二地區指揮部 那個連勤的 從他那邊穿過去之後 沿著他的圍牆往風田國中拉 往風田國中拉 再穿越永豐椅職場 把它銜接到 永豐椅的這個排水大牌 這樣能夠把 排球以上的這個水 全部分流出去 那這樣風田大牌就只要承受 風田地區以下的這個水 那這樣子到風田大牌就確保無魚了 可是這個經費其實很龐大 因為用地取得確實會有困難 我跟教員有辦法 這個地方我覺得還好 因為剛好它是那個我們 台東鐵路新站那個 西部計畫 目前大概 就風田西部計畫 它那個部分大概只要那個 市地重化一開始做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規劃好 規劃好那個海水的路線 在辦理市地重化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併來施工 假如能夠這樣 這是義勞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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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沒有用地匯的問題 是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風田地區的所有的 雨水全顧風田大牌集中 那 就包括東方大政這邊的野區 大概就不會淹水 所以我們朝這個方向來去做義勞永逸的解決 謝謝江議員提供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 謝謝江先生 江議員 接下來請 黃先生和黃議員 審查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陳秘書長 各級處 一級主管 請教 秘書長 你是負責 國際發展及計畫的 是 你先報告一下你的業務執長 好嗎 本書大概有分為五個科 第一個就是 資訊發展 第二個是 新聞傳播 第三個是公共服務 第四個是 企劃研考 第五個是 國際推廣 總共有五個科 那主要 新聞傳播是負責整個 縣府的相關的宣傳作業 還有新聞媒體 那 資訊發展 都主要是負責 整體縣府的 資訊發展的部分 包含基礎建設 或是相關的 資訊的應用 的開發 另外公共服務 主要是 宣明服務中心 還有1999 相關的業務 延伸到各鄉鎮去 那另外是 有關於 企劃研考 主要是 我們 揮集所有的 各局處的相關的計畫 協調做整合 然後跟中央做一個 對應的窗口 那另外國際推廣課 主要是負責 這是今年新增加的 主要負責在 國際 業務 上面的一個 推動 讓台東 可以被世界看見 謝謝 謝謝你 我想在這裡 請教你 你的業務的執長 我想請教你 這個 三次 我在定期會的時候 我有提過 是 各局處的工作報告 是不是你要去校正 校正 校正 是 有沒有校正 這 這一次的定期會有沒有校正 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 看過之後 我們 會整之後 我們再請各局處 重新再review過一遍 這個作業是都有做的 真的有確實的校正嗎 我們請各局處 其他的各局處的工作報告 不要管 光是 這一本有沒有看過 這本有啊 不是不是不是 這一本 縣長的施政工作報告 你們有沒有去校正 這本是根據各局處 我們請各局處自行校正 我們並沒有幫各局處校正 因為各局處的業務 我們恐怕沒有幫他們 沒有辦法幫他們去做 縣長的施政報告呢 光是這一本而已 其他各局處 你要不要校正 我現在先不要管 縣長的施政報告 是對外的施政報告呢 你可以等而試之嗎 可能會有一些疏漏吧 怎麼會是疏漏呢 這一次定期會我就跟你講過 每一個極處 我們所做的事情 都是要朝向 縣長的幸福城市的工作去邁進 每一節 每個環節都是黃黃相扣的 你這個環節如果舒適掉 這個螺絲鬆掉了 就會影響到縣長的施政了 我上個定期會也跟你說過 我只給你點一下而已喔 你這個定期會也沒有給我校正 教授這一本要多久你知道嗎 我一看一個小時就看過了 就看完了 我看一個小時錯誤擺出 我們不要去怪客齊處啦 就怪你 處長是這樣當的嗎 這麼好當啊 你會整以後 你應該要去校正嘛 你沒有時間 你可以給歌長去校正嘛 教授怎麼還會是錯誤擺出呢 你跟保證說沒有錯誤嗎 你敢保證嗎 我不敢保證 對啊你不敢保證 下一次的執行 下一次的執行 你保證 你好好看 你把錯誤的地方給我點出來 好不好 在縣長 那個執行的時候 你把錯誤給我點出來 這一本就好了 各局勢的 各級數的 報告 不要點出來 光是這一本就好了 好不好 就拜託你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外主席 我的報告到此回結束 好 謝謝 黃學冷 黃議員 接下來 要外面通知一下 請那個田司雄 田議員 不要緊 那田司雄 田議員 現在 好 各位他說 看來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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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这边 我们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目前在 政府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这边 我们下 台東縣大概 就所有大概是兩億左右 兩億左右 兩個月 兩億 全部的金額大概兩億 就是縣道跟鄉道的部分 前縣 目前就是我們參與 新政府留參與在勘察 帶隊在勘察當中 然後我們會報到工程會 去送錢核定 好啦 辛苦了 大概 大概有這樣七成 大概這個月底 就會有工程會核定的公文下來 然後我們會很快的辦理花包 麻煩一下 盡量趕快就把它修好 還有我們 我建議一下 因為每次 颱風 就風 都打水很多 那個道路上旁邊的這個樹 因為都很高大 有的都很高大 都倒來倒去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一下說 希望你們那種 就是每年 就是海面在颱風的時候 每年就是 各 每一個鄉的你們這個道路 去看一下 反正樹碗太高的 就把它修剪一下 修剪對不對 不要說到那麼高大 颱風一來就倒掉 倒掉一直倒 這樣就不太好嘛 我們先預防一下 就是說 就把它修剪修剪嘛 對不對 那這樣就不會倒了對不對 頂多是樹葉倒下去 那個樹就不會倒了 也不會影響整個路啊 好不好 好這個部分 在鄉道的部分 我們大概每年都有補助鄉政工所 針對鄉政的那個鄉道去維護 對 那你們要補助他們啊 對不對 那在原坪鄉的部分 在台東縣也都 大概都做得最好 因為在鄉下很多 是不是長樹 好這個部分 我們再來督促 麻煩一下 就在陸五路旁的那個那些 在陸前換尾啦 陸前換尾那個樹 每一年颱風之前 需要把它修剪 修剪 那一旁這樣到時候 颱風一來又倒下去 整個道路又亂掉了 好 謝謝你 好 好 辛苦了 再請教一下那個 監任那個我們 財政處處長 店長 那你知道 我已經申請 當議員開始 我已經申請了這麼久 就是第一個我們桃園 桃園村這個陸米附落的自來水 還有那個阮山的下野部落 還有我們這個桃園村這個下野 下里的部落 是 問題是說為什麼 很怪我 所以我們的村民也常常講 為什麼已經申請了 一直要請你們幫忙 你看我們現在多可憐喔 尤其這一次 你看這個颱風這麼久 所以每天在下雨 搬上了水 就一直沖到乾淨的 所以我們的水都不能 那個人都不能使用 連我自己也一樣 很可憐 我都會每天每天 都要到議會來洗澡 報議員 報議員 我是不是報告一下 目前他跟自來水公司 協調的一個進度的部分 第一個是桃園村 陸米附落的部分 我們公所的清冊 已經送過來了 那已經比較 水人公司還在算 他的成本 還沒有提送水利書 那夏里部落的部分 湘空署還沒有提送 你清澈過來 對 那蘭山村 下野部落的部分 已經提送水利書 盡情評比 那我們會 自來水公司 他先面臨三個問題 不是啦 處長 他這樣太久了 不要每次 我覺得他很怪 所以這一次 蔡英文來到 我們這個紅葉 來看的時候 我有提給他看 第一個 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自來水的問題 所以也有提 有 那因為現在 因為自來水公司 他自己面臨幾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 現在申請的 預角力 就是要事先預角的部分不足 他到達付出的60% 那第二個部分是 台東的包商有限 他們目前為止執行的 六個案 都面臨 還有面臨一個用地的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都還會 再來我們再來一討論 太多問題了 第一個你看 你們自來水公司要不拿水 都是從我們原住民拿水的 這麼精采的地方 我們要申請要自來水 為什麼到建設中 沒有辦法申請到 為什麼要那麼多的問題 自來水公司 他還是要一定程序去執行 那我們會再跟 經濟部水利署 還有自來水公司 來請他們針對這幾個案子 因為一眼界的案子 大概還有十個案子左右 都還在水公司那裡 在進行評估 我們會請他們 你要知道我們多可憐 我們都要到山上去 而且山上都很危險 不是說像一般的 在停電這樣去拿水 為什麼不給我們 趕快捐 一天到晚叫我們 自己要到山上裝水 山上傳島 如果說像大颱風 或者是大水雷的話 都沒有辦法裝 因為都很髒 對不對 謝謝議員的 不要拖 不要拖 我們會把這樣的意見 請自來水公司 所以他們盡量去 因為他每一年 這種就要變成 我覺得你什麼時候 再請那個自來水公司 然後到我們園坪 你來主持 他們要怎麼說 要給我們裝自來水 我們來跟自來水公司 來協調 早有時間到 不要說協調 你請他們過來 到我們園坪家 因為他們畢竟是 主管機關 我們是地方 那我來 其他的處理 我們都有要求的 他們到很快 因為國資幾個月 處長他們 會邀請他們過來 好 那你們 我們正式邀請他們 我們用 現在他們的時間 然後邀請他們 一起到部落裡面 去做說明他們 看他們的進程 進度到底是怎麼樣 很多事情 我常常講 從原住民拿的自來水 我們要申請自來水 不要那麼多的問題 他們從原住民拿的自來水 而且又不要拿 什麼 不過在評比的時候 對自在水的水源 還有原住民地區 還有原住民地區 都有特別的 一個評比的組比 都有特別的 那個比較優先 但是我知道 對 你現在你跟我講 你什麼時候 邀請他們 到我們草原 到我們原體上 我在會期期間 一定會把時間定下來 然後通知也 因為我們最近 如果議員要我主持 那因為我最近都在議會 那也要配合自在水的公司的時間 那 還要配合議員 還有部落 所以我就跟你講 一定要要求自來水公司 到我們 米香商工手 然後我們要求 我們各村的過來 大家好好討論一下 怎麼說真正的可以裝水 不要一天大家說 好 申請申請申請 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連我自己都沒有 我從 我的老人家 啊 我的祖先 包括我到現在 來自去一直到山上去弄水 從議員開始建議 我們也都一直在跟 制二的公司在接洽 那我們 就依照議員的指示 那請相關的單位 一起到公所來跟大家做說明 然後看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機場是怎麼樣 反正拜託你一下 好 我希望趕快 就來學公司的人 到我們 沿平相關所 大家 來開國會 要配合議員的時間 我們會來做當處理 謝謝主席 謝謝 胡主席 胡議員 我們下來請 洪中凱 洪議員 請打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首先我們請盧署長 署長 我們目前齁 台東的公設 的屋頂做太陽能發電 委外給廠商的 目前的一個成效 大概目前是怎麼樣 呃 一眼指的是政府機關 或是一般民間 民間啦 對 一般民間的話大概都是自己 花錢下去 對 就是我們台東縣政府管轄 那這種機關目前為止 大概差不多在八 八メガ是不是 大概九メガ左右 對 那一年可以收入多少費用 大概一千 一千兩百多萬左右 台東縣政府可以收入一千多萬 呃 這樣說就是我們所 受電的收入 分給縣政府的 因為第一期他的 呃 他的那個回饋率比較高 百分之二十五 第二期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二 那 我們大概收了 總收到一千兩百多萬 那我們當初 限屬機關的部分 我們會把 一半分給機關來做 設備或做 電費的支援 那 我們代辦 有一些中央機構的 我們也必須要分給他們 他們的部分是百分之 我們扣到作業費以後 百分之八十五是分給原來的機構 剩下的咧 剩下一個腳褲 現在不是用 現在不用到哪 那就是我們腳褲 就是沒有 就是統收去運用 那 那 算我是覺得這樣還不錯啦 就是說 做了之後讓這個機關 比如說學校來說 是 學校他本來就沒有什麼辦公費 所以 或者是設施的改善費用 他其實很少 所以這個屋頂的 發電的收入來提供學校 是 或這個辦公廳設呢 來做改善使用 就是教學設備 教學活動 但是不能做聚餐 或是聚餐 或是聚餐活動是不可以的 隨典費 所以 辦公廳設備上是可以的 繼續推行 現在目前我們還有多少 聽說還可以再來做這個東西 我們目前推第二期 有第二期目前還在建制 那建制完了以後 我們會打算再來推第三期 那我有一個建議 就是 目前 有一個台灣環保聯盟 在我們的達魯馬克那個地方 在做一個綠能的 我知道 希望做一個綠能部落 我知道 那你覺得這個 他的提案好不好 他的綠能提案當然包含了他的 據我所知 包含了 水的發電 然後還有他 上面太陽能板 前日他們也做 他們可以再試射太陽能板 所以我們這次在 我們這個關齊城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我想做了之後 也會是全台灣第一個示範社區 有這樣的 我們有這樣的期待 他們也有這樣的前景 我有一個提案 希望說 現在我們這邊可以來考量 就是說 把大南國小的這個屋頂 現在目前還沒有做太陽能板電 所以把這個屋頂的一個委外的部分 我們把它圍給這個社區 比如說它是社區發展協會 或者是什麼 就是一個NGO 非營利的組織在社區 那讓這個回饋的金額呢 能夠回到社區 回到部落來使用 您覺得怎麼樣 呃 這個部分 因為牽涉到學校財產的處理 是 那我們 他在那裡的管理機關 還大很大很國小 對 我們來看 一眼睛這個 我來想一下 看有什麼部分 來努力把它促成 那我們盡量來說 不過也另外跟你也 報告兩件事情 比如在花東基金 我們這次所提送的 災害復健部分 我們有去爭取 補助每一瓦是 呃 一萬塊的補助 如果它符合 當然你也可以來申請 那第二個是 我們政府也在 反送家裡的貸款裡面 也提供這樣的貸款 你說的是一般民間的 一般民間的部分 就是民間的部分 我們如果 呃 禮拜一要審查 10月8日審查 如果審查通過以後 我們每一戶 有事有些每一戶 可以每一瓦可以補助一萬 那第二個是 我們的反送家裡的貸款裡面 有每一戶 提供有最高四百萬 三年一趴 那七年 第三 第四年到七七年部分 大概 在2.8趴的 利率補助 對時間有限 因為您提供這個方案非常好 如果花東基金補助給我們的話呢 也先政府加強 宣導 馬上公告而且來宣導 讓更多民眾 讓大家民眾能夠來設計 修屋頂的時候就可以直接來 用那個也可以增加台東的綠能的 一個使用 還有這家民眾的收入 好謝謝處長 謝謝 那接下來我要請教一下建設處長 在我們的高雄市 或西部有一些縣市 它針對這個綠能要推 推的時候呢 針對一些違建 就是 比如說 屋頂延伸 就是它的屋頂 沒有蓋 旁邊沒有 四周圍 沒有蓋 壁面的 還是說我的車庫 的屋頂 做了一個雨遮 他們針對這個部分 假設你把它改成綠能發電的 我們就同意你 這個 違建可以不用拆 我們未來有辦法 朝這個方向去 這個大概是 半個月前 我有看到這個信息 應該是目前都還在演藝當中 他們應該已經推一年了 這樣子 他們已經推一年了 如果是這樣 我把那個資料拿來研究一下 只要有宣示推的話 這個很好 台東是一個好山好水的地方 台灣最自然的一個限制 保留最多 所以我覺得 綠能這個東西 可以是我們的一個方向 高雄市 高雄市 它有針對這個部分做一個 我們來聯繫高雄市 我們把他們推行的計畫 來參考 好 那再麻煩說 等一下 還有事情要請教你 人民 對於台東的 特別是台東市 我們自己居住在台東市區 會覺得說 縣長一直在強調 我們要變成一個幸福城市 那人民的幸福感有很多指數 那其中一項最直接的指數 感覺就是說 我對於這個公共設施 公共環境的一個 維護的情況值 的感受 譬如說這次紅灘 這單總諮詢 我們才來講這部分 那感受到的就是路面很多道路 坑坑洞洞洞洞 非常的嚴重 實際做到路面鋪塞改善的 我們花了多少錢 邊列多少費用 縣政府邊預算的部分 大概是七千萬 這個分好幾個部分 另外是不是跟黃遠報告 就我們有爭取一個花工基金的 他本來是105到108 後來有內政部有報告行政業 最後就是說 那個計畫就是到 變成是107 所以我們本來把那個3億多的經費 調整成明年跟後年 算是跟那個 這個我想也不是單一你們處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中央計畫的問題 對 我說現在聽起來每個計畫沒有錢 我們都嗯 花工基金 不 現在是陸品的 陸品的這個是大概七千 另外 我們縣政府 同意的首題的人行道那個部分 是向中央申請人本計畫的錢 那我們現在縣政府自己編列多少錢 大概七千萬 縣政府自己編列七千萬 在做路面鋪設的部分 對對對 那 台東市這麼多的爛路 這個問題 到底 要怎麼解決 七千萬 施做整個台東線 所以就要整出條件的保守 我們繼續來做 不過我要說的是說 剛才我們說 改革的收入 社交的收入 什麼的收入 都去管政府裡面做這個統籌運用 那一個執政者 他的腦袋裡面想的是 如何去分配這個資源 他覺得什麼事情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我先把錢花在這個地方 那由此可敬 我的感受上是 縣長他並沒有把這些人民最直接感受的公共建設的項目放在第一優先 這個部分大概有說明一下 這個因為 縣政府然後有鄉鎮公所 大概鄉鎮公所也很多是他們應該負責的部分 鄉鎮公所就說 鄉鎮市公所說沒錢 管政府也沒錢 對 所以喔 管政府有很多收入 這些收入 譬如說 我們在外外 那個貴賓酒店二館 那些報告 裡面還要開 還要賺一瓦 這一瓦要賺去哪裡 三個的收入 又一瓦 這收入又拿去哪裡 等等等 當然你說有很多建設 很多項目 要去平均分攤 但是至少在這個部分 要讓人民感受到 你真的想要把它完成 所以我是這個 這當然跟你講 這應該要跟管政府講 總之先我跟他講 希望在陸品這件事情上面 政治人物喔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常常說 我們要做到三點 這個 路要爬 主教要通 電費要更 最基本的 人家 結果我們沒什麼做得到 那 那 民意代表 就只能跟你們建議 希望能夠盡量做到這個部分 好 呃 期間把悠漢 所以先講到這邊 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 洪中凱 洪議員 我們 接下來請 林三天 林議員 請到時間十分鐘 謝謝 蔡主席 那個 蔡君主 你在說什麼光電啊 什麼 發電啊 這個 這個 我們 我們台東的小的 我們開始在 在 氣泡 但是我也要拜託你去查一下 事情 齁 你這個 負財經的 經濟 蘭嶼地區 蘭嶼啊 是蘭嶼 陸邊的照明 太陽暖 齁 啊我先讓你知道 那一支三十萬 沒有一個 幾月的 你去查一下 燕子的應該是他們當初 現在發動基金申請 因為你比較內行 調查案件你比較有調查 但是 我 跟議員 這個啦 因為我沒有調查前 因為我對你比較有信心感 謝謝議員 但是我沒有調查前 但是我會請消息 我的單位就要這個 你如果調查一下 不簡單 一支路上的三十萬 齁 一國就賺錢 給你們參考 台東六個這樣下去 幾週拍了之後 蘭嶼立島是兩個離島 交通 那種物價非常的高 你站在一個財經處 你要怎麼樣 降低那裡的物價 讓他們的民生生活用品 齁 不要承擔太重 你要去他們想個改觀 呃 跟議員報告喔 憲政務現在對於 呃兩個離島齁 他們的民生生活物製品齁 都有補助運貨 大品的空間水一品 再來也賣多少 你知道嗎 呃 我一舊不去哪裡 所以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說 五十 這樣你就知道 那幾三三 來你請坐 給你做參考 齁 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那兩個離島的人民 他們承受的 社會的一個邊緣 邊緣 政府確實是照顧不足 如果說齁 我們現在有補助他這樣賣齁 那政府應該要去 公民就可以把他給他 你照顧他的 公民就可以了解一下 你聽說齁 我先給他聽聽 來 建設處長 來 你剛說的我們這個國債資金齁 我希望在你的人類 不管你在那裡是一個多久 因為議員很多人都關心這個國債 它的第一個 基礎品質的安全 齁 這是最重要的 但是政府把這個國債資金 到現在用到哪裡 所以當然不是你的責任 歷年來他沒有去建立一個很好的制度 就像我們在辦一個 另外一個契任徵收也好 或是一個土地改革 都有一個基金 譬如說新生重劃區他有一個基金 但新生重劃區他那個錢 是怎麼去運作制度有定 但是沒有去執行 所以說有的金綴金 就使用不當 當天人知道那人來的時 路沒變的時 用這個基金的時 結果基金已經破空了 就像我們台東的財政 美其民說完 台東還是很安全的 其實錯了 在座的各位尤其我們的主席 他也知道 他知道台東的一個整理的財政不好 他不好在哪裡 因為台東沒收入 這個有什麼沒收入 你地方的政策沒有落實 為什麼不落實 這就是 政治和公部門 一間我們的垃圾戰 有時候我們民意代表 在座所聽到聲音 希望公部門可以來照 這樣實際來做 結果公部門 有他們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說 當年這種政治惡劣的環境 哪裡拔河賽 第一個 台東的產業不信 一個基礎產業 地方的產業 微信產業 才是造就一個經濟的基礎的架構 你哪裡觀察 你很清楚嘛 我們有時候沒辦法把官山地上的米 把它再次提升一個優質的品項 來做一個優質的一個行銷 再來慈喪 過去慈喪有一個像泥外 泥外你知道齁 殘寶寶 你把那個打造出來一個 殘寶寶的一個很高檔的棉被 把它樹立起來 那個就是一個基礎產業 基礎產業 基礎產業就是微型產業 我們把台東四十六個里 包括台東有十六個鄉鎮 包括兩個里島的一個基礎產業 想辦法去把它落實生根 我再次提醒各位 什麼叫基礎產業 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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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島它是一個非常乾淨的 對 那裡天然的一個生態 非常地棒 有養露 我們就想辦法把裸到的東西 造就變成一個商品 高檔的一個商品 來做入榮球 我們可以讓基礎產業 但是我們不用做旗艦店 我們可以做微型的 我們在糖廠這麼好的一個文化生態園區 用到真的 師父像 不算怎麼在商品管 你老去那說要商品 整個那裡跟他商品管 你看 後的糖業它消失了 但是在台東 我們微型糖業 還是可以去打造 都然通常 以前日本時代 你以前三十年前 你給他看整個東南岸 你原住名是說 我們漢人 曾經吃 去拐拐拐拐 做黑糖那個年代 那種甜美的農村社會 多溫暖多溫馨 那個就是微型產業 把傳統的微型產業再把它復興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能量 台東就是這樣而已 你台東有沒有做什麼摩天輪 每天在用什麼熱氣 那種會鐵石 鐵鋒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有的人構成也會鐵鋒 每天在那裡沉迷 人民碰到的問題 政府沒有辦法解決 我再次請教你 你對於 國載的基金 你什麼時候要把它弄實 真的要讓新生國財 東海國財 寶山國財 讓那些人的家人 家人家說 啊真的 這個議員真的在這個議會 說了那麼久了 這個政府法不作為的時候 我希望你要有作為 可不可以 你什麼時候 一直把它打造一個 有管理的制度出來 我跟您說明一下 它本來的國財基金 它是依照國財管理條例 我了解 因為現在沒有國財條例 現在就必須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對 所以要先依照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好 你依據什麼時候要幫他們協助成立 我你曾經 曾經 輔導過三個 但是就是 來幾個人就不再一半了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政府介入嘛 可以可以可以 本來政府就有政府嘛 第一個 第一個 那個未來的設計是打造一個優質安全的 這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 我們人民在那裡不知道有意義 我那個國財 我就信任政府嘛 我政府要發信任 我在這裡有安全感嘛 我在這裡不知道有意義 那你對未來 我們方先生所提的 信武國財你有信心嗎 有一定有 百分之百 是 沒有缺點 你認為它很完美嗎 就沒有在做的一件 不是啦 對啦 他只是你啦 你聽他的話嘛 你認為他人格特質非常完美嗎 你認為 那我針對他對這個國財的政策 不是啦 我說你對他人格特質 你的評分 他非常完美 我是不完美喔 我啦 我是說我自己不完美 你看那個 那些 社會機長在頭上呢 我認為很完美 這是人性的表現 我是虛人 我們做的給人家真的有勇敢 我們做的給人家真的有勇敢 既然這個信武國財在你的手上 在那裡頭上 他要人家提名提的 吳慶龍殺死 欸 房子真的蓋了不錯 讓我們這裡現場回家 我們有面子 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 我打官十幾年 你想 這個信武國財到最後會不會有 有沒有可能會打官司 像 延安國仔的獎勁 有可能嗎 不會啦 怎麼會不會 不會啦 廠商倒了呢 會嗎 我呢 沒有啦 廠商如果倒了會嗎 廠商倒了 欸 我們先不要預設立場 沒有啦 可是廠商也要預設起來 對不對 這你來行的 你們家也在吵 現在永久的那間 不知道會不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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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說啦 整個經濟的型態都在變化 你看現在的稅收 跟人民的收入 現在22K的年輕人 餘力一休 資方跟勞方 在台灣這種潛行的經濟極組 有那種條件嘛 滿新的資本就好 所有的資本都會倒 台灣小的存在很多問題 沒人在說 因為這個國家給人人 認同不是真的 正常的國家 我告訴我們議長這邊出國 去台中去參謀 會等發暗落就是 他沒說話了 慢慢看到 一宗的屋頂 一宗的市場 未來是什麼 我奉勤各位 在當國家有危機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確保共同 有一個生命共同理的概念 國家的主權不能施 在國家主權不能施 的情況之下 什麼都可以談 這是我政治主張 我只是把它提供給各位 做一個參考 沒有國家什麼都不要談 再過在一個九號公司 什麼一個中無庭 一宗個廟 一宗亂廟 一宗亂廟 他們過年 我們過年 台灣人顧自己就好了 我們自己做朋友 不可以快 也不用怕 台灣有一個有這個文化 有一個人民的辛苦路 是世界最有這個民族 都在台灣 都說台灣 差不多一個社會 國際的社會 國際的社會的官 這九二共識點 就會落幕 早上我看到川普總統 又笑笑 來習近平民兵兵 偷偷看 這叫台灣一定會贏 兩反的無憶 會順其自然的照顧之下 我們把它打造一個健康安全的 不要讓人民農民 讓經理提心吊膽 最後我要再補充一次 一宗市場的危機 屏東的失敗已經倒了 大家都做出參考 台東未來的觀光產業 要怎麼去打造 我相信各位心裡有數 我拜託祈禧我們的 政策處長 步道區 老兩個步道一條幸福一花 沒有公測 你跟觀光旅遊處的處長 兩個去檢討 有必要把蓋起公測給老人吧 您是說拿到的 對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林三天 林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洪中凱 洪議員 巡檔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麻煩一下文署長 市長我想問一下 以縣政府目前的一個規劃裡面 你覺得台東現在 先入客又不來的問題 你覺得台東 台東目前的飯店是太多還是太少 就我知道的情景 目前的住房率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你覺得還有必要再蓋飯店嗎 我想廠商的評估 我們的評估是不一樣 超級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如果投資沒有風險 我當然要來做 因為 蓋起一間飯店 不是一年兩年會好嗎 那 永遠 台東的旅遊環境 會一直壞下去嗎 也不一定 如果廠商要評估 未來會是好的 他花兩三年去一下開始來蓋 就目前來看 這個 不要說市場 非常敏銳度的人 簡單的看台東目前的市場 就覺得飯店太多 那現在很多人民間大家都在講 包括剛剛我們議員在休息室 大家也在討論 說有很多人 現金穿便便 要來營收這些民宿 因為民宿飯店先去壞 所以本來國旅去住民宿的 在民宿去住飯店 這是不是在去年的總質詢的時候 我就講過這些 這個預期的未來 現在依依在實現中 我去年講的 那現在呢 情況就在發生 因為這個飯店的價格 就是住房率降低 所以他就打便宜 就是打一些優惠的措施 那這些民宿呢 人家就去住飯店 民宿就沒有人家 有時候民宿是 老主委 就是我土龍建龍 然後人家用這個收房間的錢 來賣這些錢 賣這個貸款 那這個收入沒有的時候 貸款交不出來 我只好打賣了 所以齁 這麼多人 現在錢穿便便 準備要來收這些民宿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你有沒有耳聞 呃 我有這樣聽說啦 不過好像 欸 主長 你們台中縣政府 不能說都是聽說 都沒有任何措施 就我們來說 有功德的時候 有功德的時候 館長都說他的功德 沒有啦 第一個我們看目前的 我們的 土偵稅是大概少了億嘛 表示目前 相關的 交易都還是不多嘛 是 啊 目前的現狀 我們都有聽這樣的說 但是你說交易有很多 我們目前為止沒有看到 我們要盡量避免 避免這個情況發生 當然 好 那 我現在說的是 我們在館長的 施政報告裡面 如果說這個 我也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貴田酒店 台東館館 有要蓋在我們館長 館政府後面那塊土地 一千兩百二十七品 這件事已經確定了嘛 對不對 對 已經設定地上群七十年 過期 這個洞洞館 五十年 大家都在那裡 還要死了 這個七十年 一個人一輩子 就是一次七十年而已 我現在 我七十年後 我看不到 我的小孩 七十年後 他可能還幹得到 啊 如果 比較壞人呢 可能也經理不到那個時候 所以 我們怎麼有這個權力 可以在這個時候的執政者 有這個權利 去決定 未來 這麼多年以後 子孫的事情呢 呃 可言報告喔 新政府 做這一件 設定地上權 也是依照 法定程序來辦的啦 程序我當然知道沒有問題 但是 我們這樣說 設定地上權總是比 直接 出售好嘛 我們台東縣政府的觀點 難道就是只有 做這些事情嗎 我們的主要的方向就是 做這些事情 其實這一件做設定地上權 那邊本來是一個廢棄的宿舍區 對 新政府各大會很辛苦的去把它 呃 做了清理 把它整理出來以後 如果把它放在那邊閒置 也很可惜啊 對 我們不會閒置 所以我們必須來 把發展它的價值嘛 對 那我們用公開的方式來標 其實 如果有醫院的廠商 或民眾都可以來標啊 處長 我們台東縣政府齁 我們人民齁 還需要很多需要的建設 比如說我一直在提的 人民需要的附幼館 我們到現在沒有附幼館嘛 對不對 對台東縣 千少年活動中心沒有嘛 體育運動的測試不夠 台東面臨喔 不只是做主地的問題 但是 但是你一直在把土地 BOT水啊 但是你要管 你說蓋在市区的商業區 蓋在市区的住宅區 到底對不對 我認為算那東西要蓋 但是你要考慮一下 第一個 用地的部分 台東有百分之 很大部分的國有地 我們可以去國有地 找一些 比較沒有 就是說 這是你們都說賺到啊 館長要有錢啊 那去一家都要過 那如果政府的國度 我們也輕的 你說錢的問題 你又說錢的問題 去一棟建築物 一個附幼館 要花多少錢 你有辦法清一個錢 去做一個災害惡館 六千幾萬 我們六千幾萬 我們花不去嗎 對不對 那三千六千 但是你要看你的功能到哪裡嘛 我們館長有更多收入 這幾個東西使用 其實現在我這樣蓋 所有的館 很怕的就是 變成蚊子館 我還是要講說 這是我們執政者 他對於事情的 一個先後順序的排列 所以讓人民現在很直接的感受 我們台東縣政府 黃建林縣長 他對於現在台東的未來 經營的方向 就是我要一直把 這個台東起伏 精華地段的土地 把它設定地上全 跟廠商 給廠商去使用 你說 商業土地 OK 現在商業 他是商業土地對不對 我們公所目前很頭痛的是 他這個 中央市場 要刷出去 找不到地方的這個問題 他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 現在是他自己 有沒有辦法去說服 他有兩個問題要處理 第一個他要說服 既有的承諸物 第二個他要 他自己提出來 是他有沒有經費 來做改建的工作 那我們到時候也提建你給他 那他們還在評估 我們也無能為力 畢竟這個部分是他主政的 好 在一兩年 我接財經處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提過這樣的提案 我們再回到 而且那個部分 他的房子是 是圍樓 就是他的安全是 對 所以 中央市場是很多人在支援的 所以他的一個必要性 人民的感受性更強 可是我們沒有趕快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卻趕快把這塊地 設定地上全70年出去 這兩件事 那市場用地 他本來就是市場用地 他今天如果找個地方佔簽 他的地方來找場上來 一樣蓋得起來 因為那個地方的 健庇和容器和多工容使用 他一樣有機會 是啊 我要講 我剛剛講的有一個案子 我放著我等總諮詢再來講 從這個案子 所有開會的會議內容 就可以明顯的知道 管政府要做什麼 其實要做都一定可以做 土地的地木是怎樣不符合規定 你說要做還是要做 這個我覺得就是 憲政府憲長的一個 當然 當然 這是走在合法與違法的邊緣 我們因為走在合法的範圍之內 當然 國政府比較好看 沒關係 後面我再講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案子來講 這一個地方 如果連同地上權權利金的部分 再加上租金 這是兩筆錢的收入 我們把地上權的權利金 平均分的是七十年 除以七十再除以十二個月 再加上他接下來每一年 根據申報地價的總價五趴 大概一百零三萬 換算起來 一個月一坪的租金是多少錢 可以給我一點時間算一下 我只要算一下 兩百二十一塊錢 租金 因為現在這種機關 土地的出租的費用 大概是一 我現在的五趴 最高不能超過十趴 公賢 沒有啦 公賢地價的五趴和十趴 這個我了解 可是你一般短期租的話 我簽證不要 我隨時可以收回來嘛 對不對 那這個一下子七十年 定義共產國家 對不對 我們的權利金是用公開 用公開招標的嗎 我知道 程序上我都沒有質疑程序 現在是一般的 如果說我們現在用 舊財務的觀點 不管這個錢 麻煩要用掉 現在收了 那個 他一樣有利息 我要再次強調 今天諮詢 今天諮詢再一個人來看 一個月的租金 連同地上權的權利金 換算起來 一個月一坪喔 的租金只有兩百二十一塊 另外我們所有現場在座縣政府的官員 大家心裡各有一把死 這樣的事情 你覺得合理嗎 一次七十年給人 這個廠商等於沒有成本 我地上權我拿到之後 我可以拿去銀行做職押對不對 設定地上權 借出這筆錢來 給縣政府一億多的這個權利金 我這個手上都沒有花錢喔 連如果要去這個建築我還要建籠喔 一億五千五百 一億五千六百多萬 等於是市價的百分之七十 你說廠商沒有成本 今天如果沒有成本 只要是符合資格的聯名 一般的資源的都可以來投票啊 主長來 你聽我講 你有利衝的問題 你聽我說 你正說的 你現在說的齁 這個所有合格的廠商都可以來對不對 民眾也可以啊 我們合理 合理懷疑 合理懷疑你們設定對象 我們沒有設定對象 主長 我知道我這樣說齁 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啦齁 你可以把一千兩百二十七坪 除以十塊土地 並行十塊土地 那很多廠商 他需要穿口 他可以來做啊 你的報告齁 我在法院旁邊 也是一個一千多坪的土地 一千三百多坪的土地 沒有人要來標啊 你沒有把它切割啊 不然你怎麼切割也會 你一次要一千兩百幾塊 我把我們那邊我來切割 我來切割 我來標 切著十塊我來標看看 沒關係 我來講 一千兩百多坪 你簡單講就是 有辦法一次做這麼多 有這麼多豬本的 簡單說就是飯店 旁邊 我們就把他旁邊 我來切割看看 看有沒有投票嘛 好 這樣就清楚了 但是我覺得 廠商他們真的也 我們說他百分之七十的地下 都先交了啦 是 那我覺得 再商延商 他當然有誰做他才會做嘛 第二個對台灣來講 要整體的事 整體 市區開發的一個價值 我覺得 先政府 當然是有經過蘋果才做這樣的事情 那對業界的部分 該做的當然有 就像您說的 市長 我想這個 您也只是奉命心事 我想 這個事情 留待台東人的公平 自己去評價這件事情 這一定是一間 過田酒店這個第二間 還有第三間 就是你剛才說的 法院後面的這塊主席 那邊要來啊 後面還有其他議員 後面還有兩位 後面還有兩位 那我質詢 還是 我們後續的時間應該有限 還有兩位的話 應該 名字在 沒關係 就給其他議員 謝謝 謝謝洪中凱洪議員 我們現在請張作蘭張議員 請答時間十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首先我想 來最新的問題 就是 尼伯特颱風之後 在台中來講 我們既定的方向 跟既定的目標 年度變略預算 我們在執行 可是 途中遇到的這個 尼伯特颱風 陸續的一些颱風 後面就跟進 然後 雨量又特別大 在整個環境來講 我們曾經 我們未曾遇到這樣的狀況 可是 對一個 有預算 財務困難的一個縣市來講 掌門人 的確 我相信 會遇到一些瓶頸跟問題 那 我不知道 這個財政處長 我想請教你一下 尼伯特颱風以後 其實我們在這邊 很慎重的 來說明 尼伯特颱風以後 因為你負財務狀況 我們在這裡跟你說一句 真的 我們很佩服你 你畢竟在有限的裁員 能夠把這一次的問題 雖然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 基本上已經解決相當相當多的問題 我在這裡這樣講 另外還有一些問題 不知道財政處長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已經解決的事情 但是還有一些問題 還沒有辦法說 很桌錢的 你有沒有心理上 有一個準備 來協助 各鄉鎮空手 有面臨到 颱風侵襲的地方 也沒這樣的一個打算 我想 一眼指的是說 除了 第一次尼伯特以後 後面 崩島的莫蘭蒂 後來路西西 還有陶宇他們不知道要搶修搶錢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有跟主計處來掐商 那當初行政院秘書長 也請我們把相關的需求送到行政院去 那我們後續付足的經費大概有九千多萬 那依照行政院中央對各級政府中央大天然災害 救助經費的一個處理辦法裡面 我們預估啦 如果我們現在所報上去的 將近十幾億的經費 如果我們的核列比是夠 那我們估算他大概還會有七八千萬可以核下來 那如果依照我們算七八千萬 所以還有一些不足 那如果他能核得下來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縣政府 九千多萬還是縣政府跟鄉鎮空手 如果各單位需求確實都不夠 那大家就平均把它分了 就是大家一次虧一點 比例分擔 如果他是夠的那我們當然會補足 把每個鄉鎮空手 把他們搶修鄉鎮空手 那我們復健的 我們現在提出 我們跟中央來爭取的 復健的你認為是問題大不大 現在的作業在建設處 是不是請建設處說明一下 因為那個部分 那你真的財務的立場 就我的立場 我依照往臺東協助的核列比例 到達七成到八成左右 都還算是在中上 那建設處 如果說這個復健工程 如果說報到中央 你們認為這個有把握嗎 我跟張遠說明一下 在莫蘭蒂跟梅基的部分 大概八億多 然後石葉豪宇的部分 大概先生 這個 莫蘭蒂那個已經報到中央了 他最近會下來看 而那個石葉豪宇的愛立的部分 目前現在有在勘察 那這個復健工程 在我的看法應該就是都會合 那這個復健工程我想 我這邊一個意見給你參考 就是中央如果下來看的話 實際勘察的話 我希望我們縣政府主辦單位也好 承辦科士也好 包括你處長 我想在這一次台風受到清洗的地方 想證 希望你在 你再走一遍 去了解一遍 甚至了解 中央來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提出說明 他的需求 他的狀況 我想這樣能不能讓中央了解 可能對你的復健工程的 好謝謝張燕提醒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有 大概有八個夜管單位 各夜管單位 我們一定會要求 夜管單位的主管一定要出席 現在不是出席的問題 現在問題就是說 他本身如果問到時候 他要提供很多意見給你 甚至你要做很多的角度來分析 對 中央他要憑什麼 你要去了解 你應該有經驗的嘛 讓他瞭解 聽了以後他政府感覺說 這個台東 台東縣政府 所提出這些問題 值得我們去關心他 去幫助他 這樣的話 我們所提出的復健工程 應該就不會被砍 你認為呢 對對對 謝謝張燕提醒 這個我們一定來辦 好 那你請到那個 財政處長 是 現在我們 我們尼泊特爾陸氣 台風一直 風雨到現在 那當然我們台東的環境 整個都是變化很大嘛 那現在我們已經執勤了 那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完全執行好的 那你心理上 在財務狀況裡面 怎麼樣來支配 然後協助來協助項目所 相認識 你在本身 對這個看法裡面 也沒有做其他計畫 有了當然就是 我們縣政府一定會 但公署 公署和縣政府都是受害者 然後我們會 就縣政府的 可以 負擔能力院 盡量來協助相認公署 這是一定的啦 不可能吧 因為我們也是 那我在這邊一個意見 給你做參考 之前就那麼辛苦 我剛才講 財務狀況非常困難 你們都去克服掉了 對不對 當然 後續還有一些事情 還是要你們做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辛苦一點 真的 有時間能再徹底去了解一些案子 把舊的案子都搬出來 到底是 我們做到什麼程度 哪些還要補牆的 我想這一點齁 因為現在在鄉安鎮裡面 其實開始現在 現在樹木垮得也好 現在葉子都長出來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事 其實 傷害很大 我知道因為畢竟齁 在勘察災的時候 每一個看的人不一樣 或每一個主辦的科長 或主辦人員他們的看法不一樣 也許會造成民眾的一些 權力上的損失 或是沒有照顧到的地方 我們會 請統統在這個部分 如果可以復審的 或用其他的方式 來做救濟的 應該要 將來是不是說 現在開始齁 就是說鄉鎮公首 之前你們都做得很好 對不對 那我在幾搶搶擊的時候 你們做得很好 再怎麼困難 你們都是協助鄉鎮公首的配合 那我希望說現在開始 後續的問題 還沒有完成的部分 要加強的部分 我希望就是說 你們多一點力量 來協助鄉鎮公首 我一定會這樣做 如果議員有個案的部分 那告訴我們 我們願意做個案的事 那我就謝謝處長 那你請坐 謝謝 那另外就是 這次處 我在這邊有一個意見 現場在申請報告的時候 有提到 我們台風磊波隊之後 我們台風的樹 不管入樹也好 所種哪裡的樹 它都保料非常多 斷掉非常多 到底有多少 這個大概 蓋樹啦 我們也沒辦法 現場講的也不是準確的數據 因為那個非常高難度 就是蓋樹這樣 路樹的部分 嗯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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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統計過 大概是2萬多株 路樹的部分 路喔 那現場 像金門來講 這次金門也是很殘忍的 金門的樹 也是打到那幾八糟 我們台東 我們台東 聽說也是非常嚴重 我們肉眼看到的話 是很嚴重 我希望 台東的氣候 如果因為這樣的話 就有變化 因為有樹的時候 各位沒有感覺 有樹很多的話 那個地方的調整 氣候甚至差很多 那現在這樣的話 之前我再也有講過 這樣的情形 要怎麼去補救的問題 路樹也好 其他的也好 樹有垮掉的 是不是 你適度的再去補牆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用 有的環境 你要用稍微大一點 變到樹苗 那種小小的去種 種到什麼 剛才那黃中凱講的 很多事情 到了70年50年 以後我們都看不到了 那你是不是種樹 那麼立即 立即感覺到說 我種下去 馬上名牙 數學很大顆了 大家就可以分享 你如果種小的 等到什麼時候 我想這一點就是說 建議你處長 建議你參考 可不可以想辦法 種大顆一點 看什麼地方 需要的地方 這樣的話 對台東的環境 馬上可以立竿建議 因為我們 台東發展光的事業 樹都沒有了 都光嘟嘟的 看起來 不熱也感覺很熱 我想 台風之後 你沒看到台東區 我們的溫度常常 沒那麼高的 突然樹沒有了 葉子沒有了 我們氣溫馬上就飆高了 這個在縣長所提 昨天所報告的 在那個 就是我們 的護線計畫裡面 這個部分 農業處 有一個就是 露樹跟森林公園的 護線的部分 他們有提 另外我們的計畫裡面 我們也有提 原則上就是 露樹的部分 我們會找 就是設計大顆一點的 就是 陳樹的部分 也會以陳樹的來 來護線 這個部分 我想說 你 因為蠻有經驗的 台東環境 你也了解 我希望說 來加強一下 讓台東的環境 能夠盡快地 來恢復到 原來的面貌 因為台東的發展光光 對不對 好不好 對氣候來講 都是有幫助 好不好 這個麻煩你 主席謝謝 好 謝謝張主嵐 張議員 我們現在時間 現在是 零三天零一眼 請打時間 十分鐘 謝謝 各位主席 蔡經處長 來 你採取一下 本次啊 都是用一種 大家可以互相 把我們的事情 綽合 是不可以別處 來協議檢討 做過的事情 你在這裡 你跟芳議員 對打 我到處在裡面 注意聽 良心就好了 電影城 請注意聽 新生公免是誰 出租給他的 上座位 我要回去查一下 回去查 電影城 我可以告訴你 做人嗎 威法威事的 你還在那邊 狡辯 歐北來 建設處長 我對你也很客氣 我們用良心做事情 富蘭國旅館 這我是在幫你提醒 不要一路故鄉害 現在有人要害你了 請注意聽 審計是 已經糾正出來的問題 我相信在哪裡你知道 正常 這間 富蘭國旅館在去的 精神的建設處長 是什麼人 許處長 誰 比較大什麼人 許處長 許處長 是的是對接 是的是我們 小毛病那個老師 喔 你在跟他銜接之間 我相信那個旅館 有沒有問題 你信用一把子 三天很辛苦 跟你說 你一定要補充 堅持你後 後面那個路線 你要堅持起來 做這種認識的舞台 不用說我的老闆是誰 我現在跟他講 我現在跟他比較好 他怎麼會不會當 你如果他娘就是你的社名 我說這個英雄你聽清楚就好 到這裡都水洋國社名 有時候你看到你起訴書的時候 你再說 啊 夭壽真正 對你的感覺很不敢 這位主人你請客人 貴臉酒店 他是財產 我們歡迎他來台東 但是要保有他台東的所有的資產 要起得到最大的 公益數 認同問題 只要有人同 我們就可以大方去做 台東這幾年的VOT 我們一年才會看到 我們台東的VOT 你的案子到底是不是有真真正正 照顧動避免的百姓 未來台東縣政府 有任何重大設施 需要土地的時候 我告訴你 人民在 受災量 要把你綵修 不可以說沒話 哪一個警告哪一個歷史 告訴給各位知道就好了 我們的太平 這條建築要做提供 有多少人在那邊農民的 私有土地種水果 結果土地不徵收 給你徵收地上 給你變境 行水區 請保重 政府就是陰生生這樣糟蹋人民 所以我們在改變 社會政治就是在這裡 我們沒有為甚麼人 政府做的好事 我們要給他感恩 國家的財政 軍頓 台東的英華族 現在那麼多 蔡文總統在推動的一個長照 我希望我們台東人 要一起來努力 對長照 對老人的一個關懷 福康巴士是不是足夠 來應付我們因應未來 在長照的這個幾塊老人的 就醫的因素 是不是有達到我們的要求 我們來講這道理 美鳥鐵人在跟你建議 是可以聽到人命的聲音跟你們建議 結果你們平安派得更惡 人命的財政 拿給你們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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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沒有一天 我沒有那個意思 沒有一天 派人中到的時候 你這樣問人在上 我請給你 美麗灣現在的祖金多少 美麗灣 美麗灣的祖金 誰 所以說你沒打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我告訴你 五十年五百萬 台東人挑 清楚六公圈 一國會九千 也許 他現在學廟我都在 沒有啦 我就說有台東人挑 這不合理的 人家提出來了 未來我們在 因應整個有VOT或是VO 我們要更審慎 為什麼每次台東縣政府 所推動的案子 到最後都是重裁 都在背人 我告訴你 不簡單 我們在說付錢 我們分店出來的國家 到最後一個經費 在背後大家 結果都是都會用付錢 不簡單 跟付錢的人 但是那是付錢 什麼付錢 所有的付錢 你就是付錢 我沒有什麼付錢 黃毋靈 黃毋靈 保安林地 你請聽 請聽 拜託 保安林地 仲介公會給我的 的 價金 那你的成交金額是差不多四十萬五十萬 為什麼黃毋靈現場 在整個分化爐的土地 四公頃1.3億 跟人家成交 每分地就三百七十萬 你聽不懂嗎 你聽不懂嗎 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 所以你沒有付錢 不是我 我沒有什麼付錢 我做我一定付錢 你看這個大事什麼付錢 黃毋靈付錢 你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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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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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聽議員的建議 我建議你要聽不懂 我都會聽不懂 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 你怎麼跟台東人說 有什麼 所以這個政府做的 有比較切實 我們要來檢討 你看 一個電影像 台東也要保護 沒關係 但是這個土地的一個 要出租的 有一個規範 有一個機制嘛 公園還可以出租給財團的 他如果是有違法 當然 這樣有沒有違法 我請問你 公園可以出租給財團的 未經議會的審查 我們在 這樣看你們 隨講 這樣違法嗎 你查的 我們有送一個 規定去來 就是我們可以講 規法要進行議會 我的意思 我的道理 但是他只要不簽 你聽我講 起碼 起碼尊重議會 這個是互相 你如果能夠得到議會 這同意 請你們一起來承擔 這個社群的成敗人 都作為承擔 沒白沒遮掩 過去在現場 他在訴訟的一個仲裁 已經贏了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注重 黑人家21億 你不講話 到底是在這樣 有些案子 你不必一定要送上去的啊 我相信 大家都經濟專家 一個 吳經理 總裁贏 這個文化的問題 仲裁贏的東西 大家都喬喬人 我們稅務局長現在很坦克不安啊 他做錯了這件事情 21億陪人家陪完了 今天下午又要開始來說 其中要修理了 為什麼 台東縣政的推動 有很多的為什麼 我們不知道 啊我相信 你們自己身上也很有 很有一個大聲 像是 如果時間過了 快退退了 不要在這裡 現在國務院很快做 上面的政策 不是真正落實 在照顧整體的社會的同時 你們也很無無妙妙 年輕改革要怎麼改 大家不知道 這都是中心的 但是我們無論怎麼樣 我們紀念 今天有國在這裡說到的 可以做一開會 我們也不知道 我今天這高夫親 可以在台東縣議會 在這個殿堂 我們有這樣的情形 能夠來面對 討論台東的問題 這是我們彼此的光榮 但我們彼此 可以看到 可以進步 我們可以拿給台東人說 我們有所謂做的事情 社會的全國的進步 進步就是中心 你在建設處 我相信財經處長 你也知道 沿關地區的一個 幸福住宅什麼國宅 打了官司十幾年 台東縣政武器黨六人 勝出嚴守 跟那個伯伯說 伯伯你們辛苦了 除了政府政府來幫你們 道三個工夫 放了十幾年在那裡 政府就是在這裡 所以說 政府 還有政府 他會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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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那種切施我們叫 警棄 我意思就是在這裡 這是一個重大的希望工程 黃建 你如果今天能夠在幸福住宅是成為的 我會讚美他 不管他過去都 滿寒荒唐啊 無知啊 他活在無知啊 他只是在一個無知的官網裡面 你倆在這樣繼續殘存下去而已啊 但是他在黑暗裡面 我相信他痛苦啊 他不會快樂啊 綜合麻煩 人家跟他講錢而已 就叫他媽來跟我們講 在這裡不貪私人的領域啊 若像這種的情境 哪一個民意代表 他敢談 在議會坎坎而談呢 你跟我今天都要享受這塊土地 給我們多點資源啊 包括我們的下一代啊 如果這個社會安全 沒有辦法積極把它導致出來 未來的受害不是你跟我 是我們共同的下一代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守護我們的資產吧 守護台東的這一片 蔚然的天空 台東的共同的歷史價值 因為我們是台東人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在這最後這十六千 今天台北主席主席這個會議 也讓我們可以有空間 我是有人說 不必造成對立 但是你要把民意代表 從基層的聲音 那種春朴的聲音 把它聆聽進去 社會就進步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林三天林議員 那我們的時間 這位的時間也將到了 我們 我們的會議就到此結束 下午分組審查 及收集資料 三位